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在上一期王林老师的声乐示范教学的节目当中 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歌唱方法的分类以及特点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类型的歌唱 有着截然不同的唱歌的方法和特点 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 王老师将会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有关歌唱的内容呢 有请我们的王老师 王老师 你好 你好 Maggie 很高兴今天又见到你 在我讲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问你一下 你平时去KTV唱歌吗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那太好了 真的 那我就想知道在你唱歌的时候 你会怎样去唱 比如说你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去唱 唱歌的姿势是吗 对 唱歌的姿势 因为今天也是我们导播给大家准备了 给我们准备了这个 你可以演示一下吗 我就拿我们的屏幕当做KTV了 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坐着唱 比较喜欢 比较懒吧 对 比较喜欢坐在正中间 然后就是下身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想要怎么摆都行 好的 但是我的习惯是上身一定要就是挺直 这样我觉得气会就是发的比较这个顺畅一些 比较通畅一些 就大概是这样子 对 那还不错 那还是基本上比较标准的 是吗 对 因为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怎么样就是正确的这个歌唱姿势 有很多同学会很忽略这一点 他觉得唱歌要什么姿势 我去学方法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讲究这个姿势 其实姿势呢 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像刚才你这个演示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只是有一点就是 我们女士呢为了做的姿态更美一点 可能会像你这样 现在这样 两个腿呢会撬开一点 稍稍像斜方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唱歌的时候呢 两个腿呢还是要 并拢放前 并拢放前一点 对 因为你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呢 这个着力点是不稳的 而我们唱歌呢 是需要用深的呼吸去发声的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气息 对 所以呢最好我们这个两腿是放在前面 对 脚呢落地要实 要要 对 然后呢你的身体上半身挺立 这一点做的是非常好 那上半身呢挺立 同时呢 这个我们呢只能坐这个沙发的这一半 前半步 最好不要一下陷进绝 我会看到有很多这个 曾经我看到很多这个爱好者们唱歌啊 全都是这个姿势 这个把这个整个身体往这个里面一凹 凹全部剥在这个沙发里 我觉得特别舒服 好像啊 特别自在 对对对 然后呢还要把手这个往这一架 有的还要把二郎腿再一跳 没错没错 整个感觉好像特别放松 其实呢我们唱歌说呢呢 最重要是要运用呼吸 那个当这个姿势呢 整个就是特别影响你的呼吸的这个自然的顺畅 对 所以呢还是应该要坐在前面 不要那么舒服 不能让自己那么舒服 坐在前面一点 然后整个呢 这个稍微挺立一点 让这个身体呢 稍微挺立一点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唱歌就是唱歌 你要发出好的声音来才行 所以有的那个朋友总是不好意思 哎呀要这样 尤其不要把这个手架在这 我们说呢这个唱歌呢 这个上半身呢 整个是要这个通道是要打开的 对 就是我们即便不做这个动作 也是让自己上半身呢 是要松弛的 所以这样一架呢 好 这个整个已经把自己整个都肌肉都拘紧了 没错没错 所以你就很难去释放了 你的气息更难去运用到 所以刚才你那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除了这个腿 应该收回来 其他都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 因为其实刚才啊 我这个听到王老师说 要把腿震过来的时候 我震过来 好像觉得这个上身自然而然就停起来 对了 你这就觉得有一个支点 支撑着你 所以声音呢 最重要是要有气息的这个支点 支撑它送出去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你说你从来都不怎么站着唱 我们也来讲一下这个站立起来这个姿势应该什么的 好不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当我们 小心 当我们唱这个唱歌的时候呢 那么站立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也是像刚才做的时候一样 也是整个人呢 是这个自然挺立放松 放松 有的人一说放松呢 这个背就容易驮 总感觉放松就是这样 这个还不行 当我们放松的时候呢 还是稍稍要把这个胸挺立起来 但是呢 这个又要有一个忌讳了 就是所以我总 我这个今天也特别想说的是 一个是正确的姿势 会让你获得更好的这个气息 同时呢 就会获得好的声音 但是如果不正确的姿势呢 就会让你的这个导致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好听的声音出来 首先呢这个驼背 也会阻碍你的气息的这个 很顺畅的送上来 所以呢 还是要这个挺立 挺立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有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就是什么呢 有的同学呢就会这样 特别挺立 他说老师说了特别挺立 那你看当你这种特别挺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整个特别僵硬 对 当你僵硬的时候 你的呼吸也会不顺畅 你只要影响到你呼吸的一切的东西 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声音 所以呢 一定不要让自己这种僵硬的 也不能驼背 自然挺立是最好的 自然挺立之后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这两腿 这两条腿呢 应该是 基本上是与肩同宽 那一般来说 我们女生呢 还要做一点这个 一脚前一脚后 稍有一点点区别 这样就更感觉更优雅一点 对 不要这样正面 这样对着这个前方 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另外这个腿呢 尤其是女生 不要开到太大 开到太大 一个是不雅观 再一个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你这个 两腿站得与肩同宽的时候 你的这个力 是站得最定的时候 你觉得你用气啊 干嘛呀 都很舒服 很顺畅 也是站得最稳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两脚呢 稍稍有一点分开 那我们女生稍稍 左脚前右脚前都没关系 稍有一点点分开 就像现在Maggie这样的 站得就非常的标准 很漂亮 感觉像模特一样 模特还不太一样 模特其实他内在呢 有一些很紧的地方 只是我们看上去 好像表现很松弛 我们唱歌也是 给人感觉好像是很松弛的 其实我们真正的 用气的位置呢 是收得很紧的 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对 那像现在这样站呢 我就觉得是非常舒服了 那么另外呢 上半身呢 一定要松弛一点 肩膀呢 也要放松 不过越唱越紧 有时候我能看到 有的这个同学 在唱的时候 越唱越紧 肩膀都成这样了 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呢 其实是跟呼吸 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呢 从这个歌唱的姿势上来讲 自己呢 平时就要注意 当你觉得 哎呀 这个两肩 有点加劲的时候 就要把它打开 放松 这样才能获得 很好的深的呼吸 那么 这些都做到了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拿麦克风 拿麦克风呢 就是有的同学呢 会离得太近 就恨不得 把嘴巴都贴在上面了 对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 就是唱着唱着 就啃到麦了 那个也不好 有时候呢 就是说 你会听到 那个扑扑扑的 那个声音 就是你离它 有点太近了 对对对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 有这个两寸左右的 这个距离 可能会更好一点 差不多这样的 对 一寸到两寸吧 大概其这个样子 也不要太远了 因为尤其是 我们去唱KTV 一般来说 那个麦克风 灵敏度没有那么好 那么大家如果是离得太远了 有一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总是一唱 就这样 怎么这样 其实那个是 我觉得是不好的 其实真正应该 靠自己的方法 去控制你的这个声音 而不是靠你拿着这个麦 当然拿麦呢 它也有 有的人也会这样去唱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种麦 它的这个声音 无论你怎么样 它的声音都能入麦 那有的呢 就差一点 像我们一般的 这个普通的这个麦克风 达不到那种效果 所以最好不要去 拿来拿去 对对对 耍酷 很多的人是因为耍酷 对 被阴耍一下 对 所以这一方面呢 也要注意 另外呢 最好是把这个麦克风呢 是稍微它要这样一点 不要这样去拿 有的这个同学不知道 他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麦克风 这个侧面 它入麦入的不好 那个普通一点 比如说大家家用 有时候不是用太好的麦克风 这个声音根本入不进去 所以呢 最好还是要这样去对着它 然后面带微笑 是吧 面带微笑 然后身体呢 自然的挺立 运用气息 这样去歌唱 这个感觉就会好很多 那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拿麦的这个高度 有没有一个最恰等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呢 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只要是语口 这个基本上是平行的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低 有的那个同学呢 唱歌是愿意这样 我就看着很多人都是愿意这样 也可能是前面那个麦有点小 然后她这儿要用点力 好像给自己加点劲 还是得夹着 对 这些姿势都特别不好 应该让自己整个的上半身呢 是舒展开的 放松的 然后呢 这个手也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加 对 只要你是这个地方呢 自然的用力 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那么面带微笑 整个身体呢 可以跟着音乐晃动 可以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的 Maggie不错啊 做得很漂亮 好 谢谢 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这个 我们的王老师啊 给大家呢 这个轻声的也是演示了一下 并且呢 也是把我带的这个 我之后 你做得很好啊 好结婚 之后在KTV要这个 尝试着站起来唱 说不定这个声音 会更加气息 会更加流畅 其实站起来的这个姿势呢 要比这个坐下来 运用气息好运用一些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那么害羞 应该唱就是有唱的 我们说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唱歌也一样 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王老师啊 给大家呢 带来的这个 关于歌唱正确姿势的 一个轻声的演示 非常的受用 那么不知道 我们的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学会了没有 好的 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 王老师会继续给大家 带来关于演唱方面的 一些技巧和经验 好的 我们今天呢 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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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